Hello, 大家好, 我是Asa 今次介绍给大家的地方是Sydney 近郊的New Town 这个地方,一般亚洲人的游客很少去 可能因为要搭火车的关系 但搭火车在城市Central of Sydney 搭Central Station 里 搭了4个火车站,大约20分钟到New Town New Town 这个地方,在17世纪已经有人开始住 直到发展到今时今日,已经经历过很多大时代 例如他曾经在18世纪住过富豪区 很多商铺,然后有很多少数族裔的人也住 所以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最多是泰国餐馆 接着有越南餐馆,中餐馆,意大利食物,土耳其食物 希臘食物,所有各种不同的餐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而它的价钱亦是中等,没有像Darling Harbour那样贵 在西德尼市区,另一条街 是澳洲雪梨的红灯区,和这里有些相似 但我觉得这里的品楼不太复杂 日头八百,你会见到有些人很普遍的 这条街叫做King Street 在New Town最主要的街道 它有很多店铺 那些店铺是居居居居居居 你会见到很多大牌子 但它又有Vintage 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买2nd hand 不过也挺有特色 另外它的餐厅很多是Open Area 给你to see and to be seen 旅行除了是shopping、食物之外 另外你可以欣赏一下当地的建筑 这条街的建筑主要是 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 但在楼底,可能是前部后居 店铺、商铺或餐厅 有很多不同的 新和旧,East and West 即是中西合璧的 室外设计 我觉得很有特色和很漂亮 另外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店铺 其中有一家我见到挺有趣的 它是中药店铺 但它又贴了一些帖子 在门口,写完十二生肖 就说可以治疗头痛 很奇怪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都学过术数命理八字 如何去理解十二生肖 可以治疗头痛 其实在中国的历化里 是说阴阳调和不行的 比如说你是寒命的 或者是热命的 就可以做阴阳调和 所以有时候 外国人如何去理解中国的 风水命理 甚至去到中医学 只要包装得不同 可能有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这可能是人家做生意的手法 最后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这里交通 虽然很方便 在Central Station 搭几个站来到二十多分钟 但是它来不来 有些大型的Event 例如Finch Festival 你记得千万不要开车进来 因为这条路会很厉害 而且你不知找哪个位置 拍车 到时免得自己麻烦 这次先说到这里 希望这地方带给你新鲜感 拜拜